他在东京投掷炸弹,刺杀天皇,挥舞太极旗,高呼万岁 二战后,东挑英姬等7名日本假计战犯被判处死刑,可谓大快真心 但日本的头号战犯天皇裕人不但成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甚至还活到了88岁高龄 众所周知,裕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也是对外侵略战争的直接推手 绝对是日本侵略战争的首要责任人之一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革命制式的眼中钉 尤其是朝鲜半岛民众 因为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20多年前就已经将朝鲜半岛吞并 千千万万的半岛民众自此成为王国奴 但朝鲜半岛并不缺乏有血腥的男儿 这其中既有双枪大战数百日景的金香玉 也有刺杀伊藤博文成功的安重根 更有在上海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泽的尹凤吉 不过这些行动都发生在日本本土之外 所以对于日本朝野和民众的冲击并不直观 但有一位朝鲜抗日制使的不同 他不仅将刺杀行动带到了日本本土 而且目标竟然是天皇御人 差点直接送他去见了天赵大神 在日本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今天我就先讲述一下这位天皇刺客的英雄事迹 他就是李凤昌 李凤昌出生于1900年 系孝宁大军李补之后 而孝宁大军是朝鲜太宗李方远的次子 更是朝鲜世宗大王兄长 对就是那个发明朝鲜文字的世宗大王 所以这一脉可谓身份显贵 但祖上身份显贵并没啥用 毕竟这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 现实就是李凤昌的家境并不富裕 因为日本逐渐吞并朝鲜半岛之时 李凤昌年龄尚小 本就没有形成成体系的加工观念 对日本吞并朝鲜的行为也没有什么抵触 1919年 朝鲜半岛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三一独立运动 并引发多地爆发 大规模反而游行 可这一切对于李凤昌来说毫无感觉 因为此时的他真的很喜欢日本 不仅对于独立运动武感 甚至还不断学习日语 并以达到谋浴水平作为目标 1920年 他来到龙山满田线线所工作 可随后 他就第一次感受到了半岛人民的王公奴身份 在龙山战工作期间 一心把自己当作日本人的李凤昌 工作十分努力 但无论他如何表现 在晋升速度和工作在意方面 都始终赶不上普通的日本职员 这让他十分沮丧 并对日本的殖民统治 产生了一定的抵触心理 但在思想方面 他并没有真正准备 不仅没有气馁 反而决定去日本本土工作和生活 为日本的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3年 李凤昌与其兄李帆太渡日 进入到大阪铁工作 当上了普通职工 而为了更好地融入日本 李凤昌甚至还主动把自己的名字改为 木下昌藏 可见他是多么想做一个真正的日本人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正是这次日本本土之行 让他的信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26年12月25日 日本大正天皇去世 御人继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 年号昭和 扶桑期一过 日本方面就开始为御人举行 一系列盛大的登基仪式 不仅规模超过了历在天皇 时间长度也是史无前例 各种庆典活动竟然持续近一年时间 1928年11月 庆祝活动达到高峰期 日本全国各地民众 纷纷前往京都参加登基大庆宴 和受赏仪式 而李逢昌便在这其中 李逢昌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 做出了如下表述 我出生时是韩国人 但却从来没有见过 李太王和皇帝陛下 不仅没有学过朝鲜的历史 也没有学过日本的历史 真是丢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将自己视为日本公民的李逢昌 决心前往京都 亲眼看到天皇的样子 但当他满怀激动地 于11月7日到达京都后 首先因为被日本警方发现 是朝鲜半岛人而被搜查 用一位身上带有朝鲜文字 书写的信件而被捕 于是 11月7日至11月15日期间 李逢昌是在日本的监狱中度过的 而御人的加冕典礼 是在11月10日举行 也就是说 他完美地错过了 御人的登基典礼仪式 而因为他被日本警方逮捕的经历 工作单位也随后辞退了他 在监狱中 李逢昌也在不断思考 我不是故意花钱来京都宗监狱的 我不是作为日本公民 来这里看天皇陛下的吗 有朝鲜文的信件有什么问题 半岛出身的日本人 就不能看到天皇吗 难道受到惩罚和监禁的原因 仅仅因为我是朝鲜半岛人 此时 李逢昌终于完全感受到了 半岛人在日本二等公民的地位 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李逢昌内心的反抗意识 也终于觉醒了 我感觉自己被日本人洗脑了 既然我是朝鲜半岛人 就应该帮助朝鲜半岛人民 获得应有的权利 所以 我必须投身于朝鲜半岛的光复运动 为我们2000万同胞奉献自己的力量 出狱后的李逢昌回归了平凡的生活 并来到东京生活 虽然战日后终于见到了天皇的车队 从身边经过 但却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激动的感觉了 随着日本殖民程度的不断加深 朝鲜半岛人民被歧视的现象愈发严重 李逢昌决心不再平凡度日 正式投入半岛光复运动 1930年12月 他动身前往上海 并在到达上海后 立即抢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表达了自己投身半岛光复运动的意愿 还呼吁大家应该积极为独立运动现身 但临时政府的人非但没有相信他的话 反而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因为此时的李逢昌 虽然表现出了对半岛光复运动的热情 但整个人的形象却十分日本化 他不仅能够说极为流离的日语 甚至在各种首饰和身体姿态上 都是一副日本人的样子 任何一个在场的人 看着面前慷慨激昂 表达抗热决心的李逢昌 想必心中都会冒出来一句话 这小子是日本人派来的卧底吧 当时只有金九一人 相信李逢昌不是日本人的卧底 并开始与他保持沟通 但临时政府内其他官员 并不赞同金九的做法 甚至还发生过几次激烈的争吵 这还是因为李逢昌实在是太日本了 这种不信任 不仅仅源于李逢昌流离的日语 和日本话的姿态 更是因为他在上海生活的一年内 和日本人关系颇佳 他在日本人经营的留生机商店工作 还经常与日本人混迹在一起 就连日本领事馆的官员和警察 都是他的熟人 李逢昌不仅可以随意进出日本领事馆 甚至坐船回日本的时候 还有日本警察来到码头为他送行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 这十个铁杆亲日寒奸 不过日久见人心 今久经过与李逢昌长时间的接触 终于确认了他的全权报国之心 随后便开始带他参加独立人士的聚会 在一次聚会中 李逢昌与怀疑他为日本间接的人们开怀畅饮 并在喝醉之后 开始讲述自己在日本的经历 我在东京的时候 有一次曾看到天荒的车队从我面前经过 我内心立刻有一种 如果我这个时候有枪或者子弹 是不是就能干掉他的感觉 说者无心听之有意 旁边的人第一次听说 普通民众有机会较近距离地看到天荒 便激动地问他 如果这么容易 为何咱们不找机会干掉他 而这个问题一下就让李逢昌酒醒了 接下来的几天内 他的内心不断在重复这个问题 并最终做出了决定 1931年12月上旬 李逢昌向金酒透露了他的报国意愿 如果人生的目的是享乐 那么这31年来 我已经尝到了肉体上的乐趣 我不能永远沉溺在物质的享受中 我来到上海是想投身于半岛的独立视野 现在是时候了 得知李逢昌刺杀天皇的计划后 金酒表达了赞同 不仅让他加入了韩人爱国团组织 还为他筹集刺杀日本天皇计划所需的资金和武器 而当李逢昌看到金酒毫不怀疑地 将辛苦筹集来的资金交给他时 瞬间便哭了 金酒先生将一大捆钱给我的时候 我流泪了 这辈子没有人这么信任过我 只有他毫不犹豫地便给了我这么多钱 我还能做什么 唯一能做的便是将这笔钱用到实处 虽然这是这辈子第一次有人这么信任我 但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真心地认为我们在做的是英雄的事情 1931年12月13日 在安中跟弟弟安公跟家中 李逢昌手拿两枚手榴弹进行了宣誓仪式 这两枚手榴弹一枚用于刺杀天皇 一枚用于自杀重人 而李逢昌和日后尹凤吉使用的炸弹 都是我国上海编工厂的专家制作和提供的 这也算得上是中朝联手抗日了 12月17日 李逢昌在临上车前向金酒深深居了一躬 随后动身前往东京 回到东京的李逢昌 以幕下昌葬的名字 在日本皇军附近的酒店住了下来 寻找刺杀天皇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也很快到来了 因为彼时恰逢918事变爆发不久 日本方面为了表现出对东北违买政权的重视 特意邀请溥仪来到东京访问 根据计划安排 两人在东京戴戴木练兵场 视察完陆军阅兵室后 天皇的车队便会返回皇居 这绝对是一个良好的刺杀机会 而在经过一番侦查后 李逢昌决定在鹰田门附近动手 当然日方也不是菜鸟 不仅在沿途安排了大批警力保障 还安排了两辆一模一样的马车来混扬目标 不过李逢昌也早有准备 他携带的马尾手榴弹 虽然威力没有很大 但一携带重量轻可以扔得很远 就是为了应对无法接近车队的情况 1932年1月8日上午11时44分 御仁的车队经过鹰田门 混在欢呼人群中的李逢昌 从身上取出手榴弹后投了出去 不幸的是 第一个手榴弹炸中的是 作为替身的日本工内大臣的马车 也紧炸上了一名禁卫兵和车辆的后轮 另一辆载有御仁的马车 则在听到爆炸声后 加速逃离了现场 看到此情况后的李逢昌 迅速将手中另外一枚手榴弹扔了出去 虽然命中车厢 但遗憾的是却是一枚哑弹 发现刺杀失败的李逢昌 并没有选择逃走 而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 代表朝鲜半岛的太极旗挥舞 并高喊大韩民国万岁 让现场日本民众受到巨大的震动 随后他便被日警逮捕 这就是著名的鹰田门事件 虽然刺杀失败 但此时对于日本朝野的打击十分严重 不仅内阁被迫引救辞职 更是震惊的日本本土国民 但最秀的是 起以后反映最激烈的还不是日本人 竟然是朝鲜半岛的亲日韩奸组织 他们不仅在1月8日编排代表朴仲金 拜访多位日本高官 为刺杀事件深刻道歉 还在次日聚集在汉城 为李逢昌的行为公开道歉 遭到逮捕的李逢昌 被指控犯有大逆罪 并交由东京地方法院负责审理 1932年9月16日 该案开庭审理 并最终以判国罪的罪名 判处李逢昌死刑 1932年10月10日 在东京刑务所内 年仅32岁的英雄李逢昌 被日文警方执行死刑 二战结束后 李逢昌的遗骸于1946年 被在日韩国人团体挖掘后 送回朝鲜半岛 韩国方面则以义士之名 为他举行的国葬 并于1962年追授建国勋章 个人认为 与我国的境遇相比 朝鲜半岛面对帝国主义的欺辱 更加无奈 只能不断成为 列强侵犯我国的垫脚石 但半岛革命制式的勇气 确实值得我们敬佩 他们在绝望中的坚持 制造了无数可歌可击的英雄事迹 安中根 李逢昌 尹凤吉等人 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他们的名字和抗日事迹 也值得我们铭记 因为在抗日的道路上 我们是同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